失誤稍微多了一些些 底下Jerlin Tober撞進去之後上籃得分 在今天需要他打得更強勢 這個戰的時候 其實 WOW!!! 有 贏今天 這個快速的反擊 其實有些是有效果 失誤要控制 WOW 零件漏掉了 這個在卸防的時候 遠端的張博生必須要下 選中 金棒 再給他到Tober Tober 進去硬打轉身上籃 得理不饒人啊 活人生 金棒 想去殺進去裡面 這個球Tober趕快拿到之後 雙手爆口 很難得的一個機會 再拿回來 選中 Long 2沒有藍底下才把的效益 這個球是M1誒 所以秀了一下自己的 二頭肌跟三頭肌 沒錯 Masong拿 昨天面對 不願面對到台銀 他拿下了勝利 今天又面對到球賽 他也贏過 所以應該雙方都動作 所以當然就會去露了一些外線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賭注 沒有 Tuber 進攻籃板 打人家撞倒之後 裁判NO-CALL就直接灌上去囉 自己的陣容 尤其在玉龍這一邊 進攻這邊稍微有點點 有點不是那麼的順暢 金棒 再給到 Jodan Tober Tober要單人硬打 換到籃框 另外一邊放進去 這球 太厲害了 這球 Tuber要來單打 搬拔 這球硬卡上去 這球賺得進去 這球賺得進去 盧俊翔收球之後的上籃 後面的一個補冠救的Tuber OVER 酷刀 酷刀也在旁邊一直提醒 剩4秒 3秒囉 OVER 歐車不得出手 這個球進了 投進了這個巴斯比特 而且是3分的一個命中 讓樸圓這邊再把分數給追回一點點 是不是可以把搶籃板的 你看 他搶籃板 像他 的比例分 分在一些得分的方式上面 也會比較好 我還差一點出界 結果傳球回來 是給大家老吳的手上 那這一次的服務員 也就不用再做進攻了 哎唷 哎呀 哇 這有點犯了大肌 我看到盧俊翔也跟他講 沒有必要 盧俊翔之後就變成說 不用啊 不要 拜託你不要上去 這樣你就不會露肩美姿 賣卡片的精彩影片喔